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但一关新的事财政部下午端出了财政健全方案 其中两岁合一仍然维持 不过现行鼓励扣抵率将调降只有一半可扣抵 财政部长张慎和表示之后个人股东的鼓励所得 要缴的税金可能会增加 退税的金额也会减少 正谈消息 连胜文今天上午宣布参选 最后台北市长郝龙斌下午就表态支持连胜文参选 至于呢对台大医师柯文哲评论 连胜文是权贵 郝龙斌说柯文哲是名医 看病前呢应该不会未诊先断 而台北市长也应该是能力而非出身之争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立坊确定呢 将转任台北鱼产运销公司的总市长 预计3月1号上任 也成为这届议会任期内第3位 入市府的小内阁议员 而关心的是呢台南台湾路的街景蓝晒图 今天呢被刷白了正是逗留历史 好多民众抢先一步前来拍照扭脸 我觉得比较可惜耶 因为这样就跟一般整修的建筑屋 没什么两样不像之前那么吸引人了 在市府等相关单位多次与地主沟通 希望保留这个公共记忆 不过地主没有同意 因为抗争而出名的大学生 陈维廷的6名学生 加上竹男大普选手队长 去年诞喜宪府 加上陈维廷还对刘正宏丢邪 7个人呢分别被苗栗递检属一 妨害公务 误入公署 伤害 亏损等罪嫌提起公诉 消息宣布呢 含绿酶素的恐怖抗生素 一律停用下架 因为呢国际研究发现 会对某些患者产生血液毒性的风险 主要就是说它会破坏骨髓 既有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制造血小板 所以因此会造成一些血液类的影响 那其实在国内是没有重大的不良反应 那但是因为我们看国际间呢 发现累积了使用资料以后呢 发现说这个药品它整体而言 对病人的风险是高于对病人的好处 那我们评估了国内的资料呢 在使用上呢并没有说 已经有其他的替代的药品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从今天开始废止相关的许可证 还欢欣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流感疫情 今年截至昨天的确诊流感人数 大约是去年同期的5倍 幼儿呢只剩下不到了100剂的药剂 我是佩玲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